Windows 10安装Android App 先看演示 众所周知 Windows 11最大的新特性就是支持WSA 即安卓子系统 这也是很多Windows用户升级到Windows 11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微软的说明 WSA仅支持Windows 11 Windows 10及以前的操作系统无缘WSA 不过高手在民间 最近GitHub上的一位大神 将WSA搬上了Windows 10平台 Windows 10运行WSA 需要一些必要条件 确认Windows 10版本号 首先查看Windows 10的版本号 要保证版本号在Windows 12RHR10.0.190452311以上 打开运行或直接在Windows 10的搜索框输入Winware 按下回车键查看版本号 启用BIOS虚拟化支持 要在Windows 10上使用WSA 需要在电脑的BIOS启用虚拟化支持 安装WSL 在Windows 10安装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也就是WSL 这是Windows平台的一个Linux字系统 以管理员全线打开Windows PowerShell 输入以下指令 系统将自动开始安装WSL 默认发行版本号为Ubuntu R2.04.1 LTS 好舒服 对 那你们看외 定性会 everything 不小心 有点 我 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装完成后 点击开始菜单 将看到Obuntu的图标 为Obuntu设置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不能与Windows用户名相同 Clone代码 在WSL2克隆 MagiscCon WSA Local代码 该过程是为了获取集成了Magisc的WSAX包 带马克龙完成后 输入屏幕上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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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码运行完成后 将自动跳出一个安装设置界面 安装界面的每项设置如下 此处选择X64 Release通道选择Insider Fast Magisc版本选择Stable 是否安装Gaps 选择Yes 选择OpenG Apps 安装Gaps 是否选择保留 Amazon App Store 选择No Root解决方案 选择Magisc 是否压缩选择Yes 压缩格式 选择7G 接下来就是等待系统 安装完成 这些人的耳朵 cuff 员成早 是 kno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系统配置完成之后 会得到一个压缩包 这个包就是WSAX 把这个压缩包从WSR里复制出来 打开资源管理器 打开左侧的Linux文件夹 找到以下目录 复制里面的压缩包到任意目录并解压 打开资源管理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入解压缩的目录 找到 auxmanifest.xml 使用记事本编辑该文件 搜索TargetDeviceFamily节点 把MainVersion从10.0 22000-120改成10.0.19045-2311 继续搜索CustomInstall Actions和Desktop6 分别删除下面的内容 删除完成后保存该文件 下载WSA补定 下载并解压之后 过程全部为了下载和设置WSA-X安装包 以管理员全线打开CMD 进入WSA-X安装包目录 运行RunBet 注意大小写 如果一切正常 安装完成后将自动弹出WSA窗口 以及Google Play商店和Magisk窗口 此时已经完成WSA for Windows 10的安装 通过开始菜单也可以查看WSA程序 由于国内无法访问Google Play商店 只能使用APK进行Android应用的安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App的安装